第二次試題 聲音在空氣中的傳播速率會受氣溫影響 聲數與氣溫的關係為 聲數等於 331,0.6T每秒公尺 其中T為攝氏溫度 農曆春節時的淋晨 淋春彩炮鞭炮慶祝 小蘭看到火光後 過了兩秒鐘才聽到鞭炮聲 以知當時的氣溫為15度C 則放鞭炮處於小蘭的距離約為多少公尺 光速为每秒30万公里 因为光速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看到的火光 等于是立刻的到达 中间的时间我们不需要做计算 所以我们的两秒钟 通通都是声音跑过来 所需要花的时间 也就是声音的速度 乘以我们声音所花的时间 就是他所走的距离 可是我们没有声音的速度 我们只有我们的温度 那我们公式叫做331加0.6T 现在这个T是15度 所以就变成331加0.9 就是340 所以声音的速度是每秒340公尺 每秒340公尺走了两秒钟 所以总共走了680公尺 所以我们就知道 我们距离是680公尺 因此第二次提问我们说 则放鞭炮处与小兰的距离 微为多少公尺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680公尺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